人生如水 岁月如涨 越跑越沉香 越久越绵长 越河越难忘 杀人不杀 真心不佳 痛个无用脚 不同你无套 不知不觉有一个冬孝 平淡故事中 悄悄那闹声 生活那面可可蓬蓬 相扶相伴着 小狠泪繁荣 心灰痛是因为情浓 起起落落重 但是看太重 不如画得匆匆融融 有你的地方就是家 哭和笑都只是表达 简单无需复杂 陪伴是最长的情话 我用一声轻轻停荡 让我用爱回答 材料提得好啊 有深度 刘海忠 你怎么来参加会议了 我 是我让他来的 我揣门着李主任的心思 停职归停职 下面咱还也用他 你这个和副主任 就是爱自作聪明 刘海忠啊 你出去吧 从今天开始 你的职务 由许大茂接替 是以你下一步的工作安排 由许大茂组长安排 还愣着干什么呀 不要想不通 文化底子太薄不成 喂 新组长 你们都出去一下 我跟林海忠说点事 刘海忠 你是不是不服 来 这现在呢就剩咱俩了 我呢 还是喊你二大爷呢 二大爷 今天我要找您谈什么呢 就是谈 您得把贪污我们家的那些东西 给我吐出来 我贪污你们家什么东西了 你别虚口喷人了 二大爷是岁数大了呀 还是记性不好啊 行 给您提个醒 黄炎这个 挺沉的 这世界上最值钱的东西 还有女人戴的 圆的 绿色的 有印象吗 有印象吗 想起来了吧 我就跟您明说了吧 在院的 我跟您说之前 娄晓娥家的这些东西 我就点得清清楚楚了 就是给你设了个套 果然不出我所料 你没有如数上脚 当然了 这也能理解 好东西嘛 谁都喜欢 但是这个人的 就是个人的 我请示过了 这些东西 不算娄晓娥家的脏骨 这是我们夫妻之间共有的东西 赶紧着吧 回家给我拿回来 要不然我就以贪污罪办了你 这可就不是撤职 那么简单的事了 我让你蹲大牢 啃窝头 你 你 你没证据啊 我带人抄了你们家 不就有证据了吗 等 等 等 我想想啊 算了 你啊 别回去拿了 不把劳 正不正 你啊 给我写个东西 拿了我们家什么 一条一条 一件一件的给我写清楚 来 这事呢 没商量 你要是不写 我马上带人抄你的架子 二大爷 您不想在院里申办名列吧 行 我拿了许刀茂家 我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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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刀茂家 金条 首饰 行 签上名 这就对喽 二大爷 您呢 还是我的二大爷 不管怎么说 咱们一院住着 是不是 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只要你扶了软 这过去的事 咱就让它过去了 这点东西啊 晚上您偷摸送我家去 不就结了嘛 是不是 挺好 不过老刘啊 你这个字得练练了 等会儿 话没说完呢 二大爷 您呢 打今儿起 还是回您的车间 当年的工人阶级 专案组 一扇不可能容二胡 对不对 我也不可能给你喘息的机会呀 等着你在我背后使坏下半子 那我不比傻助还傻了 是不是 回去吧 回车间的路上 找一趟傻助 跟他说 我第二个要办的人 就是他 这次我让他彻底完蛋 行 不愿意 这就是变聪明了 您睡了 二大爷被开会撤间了 早该如此 许大茂整个他 许大茂现在是专案组组长 怎么你还不服气啊 你这眼神凶狠的干嘛 还想打我 来来来 打 打 给你 给你 打 我借你俩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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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看在夫妻厂的份上 不想把事做绝了 你别逼我 知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职务 我说出来吓死你 我不仅接替了刘海忠 我不仅接替了刘海忠 在炸钢厂专案组组长的位置 我还比他多了一个头衔 那还能怎么样啊 我跟你没有瓜葛了 我不怕你 你恨的 你恨的啊 也对 我可能是不能把你怎么样 但是 娄晓哥 咱俩从认识到结婚这么些年 你们家的事 我不比刘海忠清楚 你们家那点老底 都藏得亲亲朋友家了吧 是不是 对了 还有 你们家解放前那个佣人 住在新中街三百一十七号 我没说错吧 这些人的家我谁家没去过呀 我就是他妈闭着眼都能找得到 你说 我要是带人把这些人家全抄了 我就不信一点收获都没有 到时候你爸你妈二进宫 得 这回我看谁能救得了他们俩 你卑鄙无耻 我娄晓哥你真是他妈不知好歹 我卑鄙我无耻 那你跟傻猪手拉着手 在我面前装孙子那会儿呢 我卑鄙我无耻 我要真卑鄙无耻 我跟你说我今儿就不来这儿 跟你嘚巴了 早他妈带人把那些人家全他妈抄了 想不让我这么干很简单 马上从这个院给我滚蛋 有多远滚多远 永远不要再在我面前出现 我会找人盯着你 只要让我知道你再见傻猪 就别怪我心狠 你听见没有 听见没有啊 还有啊 这事你要是敢让龙老太太 那老婆死的知道结果一样 臭不要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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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喝了 cop红 到我喝了 我喝了 等我喝了 我喝了 就能喝了 我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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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喝Ps Thu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赵伯 赵伯 车里消息啊 这许德茂可是当了 乐额 又回家了 不应该啊 我说什么来着 就怕引火烧身 我去你爸爸说 怕许达茂捣乱 我还说不要紧的 毕竟是他提出离婚的 我们不过是随着他的愿 可是你跟何宇柱 这么一走近 等于是引火烧身啊 我勉强同意你们俩结婚 可心里更担心的问题是 害怕刺激了许大茂 谁知道他摇身一变 成了专案组组长了 不要说了 不要说了 说声明明 现在 第一 你不准再见何宇柱 爸 必须得这样 第二 雅丽 按咱们预定的第二法案办 要立即要快 刻不容缓 好好好 快去快去 我这就去 妈 你干吗去啊 你问你爸爸 爸 你们这是干吗呀 暂时不能告诉你 小哥 听好了 事关咱们全家的生死村王啊 爸 我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可是你们 明天早日闲 你绝对不准见何宇柱 爸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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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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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你洗衣裳往哪儿亮啊 你洗衣裳往哪儿亮啊 你不用记恨我 有点干吗 你看 没事 干吗哪 你去 囚囚 囚囚 owi 他们家没意见 东个屁 有意见人家能告诉你啊 你坐上来 来 要下雨了 伊亚科 你这屋里也太乱了 最近秦姐 没帮你收拾屋子吧 用不着她望着石头了 什么意思啊 你这么早就下班了 下班了 我说外面要下雨了 我傻哥跟屋里太乱了 这天音哪就得下雨 姑娘 寡妇啊 都得嫁人 个人有个人的盘算 老太太 行啊 居然知道我要结婚了 哥 我结婚的事定下来了 十一就办 晚了 晚了 晚了什么意思啊 晚了的意思就是说 这喜糖啊 你得先吃哥哥我的了 谁啊 海棠 海棠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被你拿下了 不会吧 他连我这儿都不来了 不可能 你说什么呢 这事 告诉你吧 娄晓娥 娄晓娥 哥 你傻了吧你 反正这事啊 我是走你头了 你呢 哪天给咱爸写封键 他不管咱们 咱们得告诉他一事啊 告诉他 就都完美了 你甭骗我 我还是不相信 不行 我得问问青海如去 他的话最有准 您啊 我怎么说您哪 您玩不过许的脉 您充其量就是一工人 妈 你说 他许大妈光那部电影就看多少了 王天 你把他心情不好 你就少说两句吧 我少说 我能少说吗 我爸这儿要出了问题 那我跟海棠的事不就掀菜了吗 得 你也别瞪眼了 行了 这酒我自己留着喝吧 你 你不是瞪眼吗 我不跟你喝了 这孩子 这下我也玩了 滚蛋 滚就滚 反正您啊 不会跟我们玩横的 行了 秦姐 你不用说了 我都明白了 这于海棠的事情 秦京儒的事情 许大默的事情 再加上二大爷家的事情 这整个院里全都乱套了 老小鹅就穿这个乱劲 把我傻哥哥摆平了 于海棠算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一网不捞鱼 二网不捞鱼 三网捞了半天 小尾巴小尾巴鱼 结果连个虾米都没有 这许大默是鸡飞了 可蛋没打呀 金蝉脱鞘 还是把荆主给捞回去了 二大爷给儿子刘光天 画了一个大烧包 还没吃呢 二大爷自己就乌乎挨栽了 这最后最大的赢家就是娄小鹅 她把我个傻哥给卷跑了 娄小鹅 我得刮目相看了 行了 我也回去睡觉去了 对了 秦姐 你抽空帮我哥收拾收拾屋子呗 实在是看不下眼了 行 慢走啊 雨水这孩子呀 什么都好 就是太难 你说一个当妹妹的 把自己亲哥哥的事不当事 就跟外人似的 真是 我跟你说话呢 你说什么 神明媚说 快快快快 快点快点 抓紧时间抓紧时间 动作快点 动作快点 小心啊 小心 小心点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抓紧时间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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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那里那那那 爸 我二叔和姑姑他们家都搬完了 车已经走了 心中接的呢 他们是第一个装的 现在估计已经出城了 好 这边装完了咱们就走啊 那我妈和小鹅他们呢 他们一定提前出城了 好 我知道了 快快快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小心哪 小心哪 小心点 妈 你总得让我跟何语处打个招呼啊 不行 这事儿 我和你爸早就商量好了 任何人不能告诉我 你得告诉我一声 咱们去哪儿啊 到了 你自然就会知道了 这叫什么事儿啊 你别闹啊 下来呀 一会儿你爸和你哥他们都过来 柳师傅 好 你先别走 在这儿等我一下 好 我不走 我也住在这儿 明天我送你上火车 快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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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必须得回皮肠 你这孩子 你想毁着这么一大家子人呀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不光咱们家 还有你马伯伯一家人呢 若是让人发现了 大家走不了不说 一切就都完了 我不会跟何宇柱说的 我回去见他最后一面 妈 我又不见他 这辈子我心里这坎都过不去 你想想 以后我爸那友情天 还不都是他帮忙找的大领导啊 我不能忘恩负义啊 是不能忘恩负义 你不是跟他已经往下发展了吗 感情这个东西是要毁人的 你见了他 能控制得了自己吗 妈 你要是不让我回去见他 我也不会走 你要不信 即便是明天我从丰台的火车站上了火车 开车前我也会消失的 你要是让我见他最后一面 我发誓 我一定在天天前回来妈 妈 妈 我知道我们这离开关系 我知道我们一旦走不了 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我更知道 如果我不见何宇柱 我这辈子我都对不起他妈 你 你能回来吗 妈 我让司机在火车等我 天亮之前我一定回来 我怎么跟你爸解释呀 你怎么解释都行 妈 我求你了 妈 我求你了 你一定按我说的 一定在这儿等我啊 行了 您放心 您不回来我不走 这么晚你怎么来了呀 你快进来 进来 吓我了吧 那你紧紧进来 那你紧紧进来 吓我 你有个女人吗 吓我 吓我 我就要成为你个第一个女人 在这儿的奖迹 今天我会参加了 我愿意 你而是 我愿意 你也会参加了 我愿意 那我愿意 你也会参加了 我愿意 你的一颗 你不是 你也会参加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这可是无价之宝啊 他让我帮他们家藏进来 藏哪儿啊 他让我帮他们家藏进来 我帮他们家藏进来 我帮他们家藏进来 乔洛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有没有ol 就为了 哥们儿也得有个家不是 祝贺您 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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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猪 你啊今天啊 还真有点在这文宫喜事 精神爽的意思 那怎么着呀 弟兄们 姐妹们 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 傻猪同志 这回真的要结婚了 你什么结婚呀 我看你发婚了吧 对 对 真没劲 最后一道菜了啊 你看看你看看 做的这叫什么呀 倒胃壳 行了行了 依你还不行 我回头啊 跟傻猪说啊求她回来 你叫她回来干吗 可别的姐姐 谢谢谢谢 让傻猪下车间呢 那是便宜的吗 要易入啊 扫毛房间 你不懂 我这个人啊 最大的本事 就是让所有的人 都为我所用 只要她为我服务 什么人都可以 傻猪啊 她不懂什么叫政治 只要她要服服帖帖的 我敢让她当食堂主任 嗯 她明白了 这个李主任 这两天我看着您好像 不得高兴呢 我瞒你说啊 徐主导 帮你以前岳父出来 那个公安局的领导 她下台了 只要你能够提供可靠的情报 重新救她出来 把我们厂搞得轰轰烈烈的 让上级满意了 我可以提拔你 当你副主任 我 我是不是太年轻了 年轻什么呀 现在就是要把有作为的 年轻干部提拔起来 我看都可以坐 坐直升飞机上来的 坐直升飞机 我跟她说 你看着我干吗呀 嫌我碍事啊 得 我走了 别别别 姐姐 多心了啊 多心了 李主任 您要提报我 我就得让你立功夫是 您刚才说的 娄小博她寡妈 我有小体大的事 娄家是角兔森乎 他们家那些东西 肯定都藏在亲戚朋友家的 许大帽 我今天可一直等你这话呢 来 来 坐 奶奶 娄娄昨晚一晚上没回来啊 没一会儿 怪了 今儿说好了 我一块儿带我去见她父母的呀 哪儿得了这是 老正 刘兰让我告诉你 工厂的人去罗友哥家抄家了 怪了 奶奶 我去看看去啊 娄家 欸 娄娄 你别大利 你听妈说什么 她不说出来信了难受 把你人家也走了 说啥也听不懂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找什么没有啊 人去楼空啊 你说说你 就这命 你进窝 把衣服脱下来 要不然你着凉 我这会儿就给你洗了 还有吗 还有吗 像片落叶 吹进你的世界 等你将我发现 我埋进你图街 还怕被风吹越 又怕错过你 错过了相见 像片羽毛 飘落在你身边 等你将我发现 我淋湿了自己 不怕被风吹 又怕飞不及 你 你的视线 只要帮我给你收啊 只要 能留在你的身边 哪怕 像花火一瞬间 就熄灭 每个 没有星光的夜 就让我燃烧 我的眼泪 照亮黯淡的天 照亮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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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掌心的一条下 明刻 我今生 对你许 的诺言 每次 让我紧握 握我 紧握我 对你许的诺言 珍藏在我心 一生都不悔 你许的诺言 只要 所以你许的 只要 满留在你的 身边 哪怕 像花火一瞬间 就熄灭 每个 没有星光的夜 就让我燃烧我的眼泪 照亮黯淡的天 照亮了世界